第193章 心就江湖 先后两世 小小郎道 风云变幻后 人间百态尽险 复见老人颓然松手 数十年底力打磨 才养孕而出的那份明彻剑心 被彻底打破 神情呆滞 宗师风范丧失殆尽 千辛万苦 闯出仙子名号的紫衣女子 冷漠神色如冰雪消融 欲还修一双会说话的碱水眼眸 其中意味竟有敬畏 仰慕和愧疚三种之多 那个西蜀世家子收敛了浑水摸鱼的念头 摆出伏低作小的退步姿态 又尽量维持住大家子弟该有的气度 不至于流露的泰国见风使舵 她的妹妹反差最大 出生牛独不怕虎 她非但没有退缩 而是瞪大眼睛 只差没有在脸上写出 咱俩私定终身吧 宋夫人没有在这四人伤口 如何雪上加霜 收敛了笑意 来到徐凤年身边 旁若无人的模样 开始为徐凤年介绍诸人 子竹仙子黄春玉 师门是西蜀道 紧紧排在春铁草堂之后 精卫剑山 他的恩师是剑山四封中的斗牛丰主邓快 前段时间曾经在刘将军府邸做客 昨日才来到雪和楼 如果没有猜错 兄妹二人来自西蜀一周路驾 至于这位寓敌不愿 是不屑出剑的前辈 较软精华 是西蜀道上有数的江湖宗师 曾有诗坛大家赞誉 其剑术有千奇卷雪过大岗之事 故而在黎阳西南武林中有个千奇剑仙的外号 好不容易还魂的老剑仙听到不屑这个刻薄说法后 差点当场一口老血喷出来 脸色铁青 嘴皮子剧烈颤抖 徐凤年终于正视老人 笑问道 你就是阮精华 年轻时候因为仰慕剑神李纯刚才气闻习武 还写过那首快智人口的宋剑名篇 三尺 老人愣了一下 这位半点精气神都不胜的剑道宗师 缓缓点头 徐凤年出人意料地说道 失礼了 阮精华只觉得匪夷所思 就连宋夫人也一头雾水 徐凤年轻声笑道 曾经有位见到前辈 说你天赋平平 剑术难成气后 不过写的诗不俗气 阮精华就不该练剑 应该做个惊世记民的读书人 让那对陆氏兄妹感到诧异的是 阮精华在刹那迷茫后 紧接着 整个人如同鬼上身一般 老泪纵横 哭哭笑笑 颇像是个私塾盟学 天天挨板子的迟钝志童 突然有一天 被智学苛刻的先生好好夸奖了一句 又像是个好手穷精的不地秀才 落魄一声 突然有一天 只觉得招闻到稀可死矣 学那武林盟主挥山轩辕 穿那紫衣的黄春玉 发现那一行三人都远去了 阮精华仍是沉醉其中 久久不可自拔 仰头难难自语 无瑕也无翘 暗示夜长鸣 三尺木马牛 可折天下兵 欲知天将雨 蒸蒸发龙鸣 提剑走人间 白鬼夜遁形 飞过广陵江 八百骄龙京 世人不知何所求 那席青山放生笑 天不生我李纯刚 见到万古如长叶 在前往刘淮喜房间的路上 宋夫人解释道 根据谍报 那个叫张武侯的游侠 已经暗中投靠了新任益州将军 益州路士和精卫剑山的主要人物 如今也都是益州赐石斧的座上宾 加上先前有黄春玉做铺垫 看来他们这趟雪莲城之行 是奔着拉拢刘淮喜去的 王爷 需不需要将这些人留在雪河楼 徐凤年摇头道 暂时还没有跟西蜀道彻底撕破脸的必要 雪河楼毕竟离着北梁太远 樊小差也没有赶到 一旦遇到不死不休的状况 浮水房远水难解尽可 搜集谍报才是雪河楼的首要任务 以前是 以后也是 西北西南的大势走向 和北梁和鼠地的此消笔掌 说到底还是靠十万数十万的铁器和刀枪 而雪河楼在内的浮水房 少死一人多送出一份谍报 也许就可以改变战局 进而影响到整个天下的格局 宋夫人轻声道 是奴婢眼界狭窄了 徐凤年停下脚步 看着宋夫人 无奈道 宋夫人与我娘和赵姑姑都是旧时 一口一个奴婢就不怕我心不安啊 宋夫人眼帘微微低垂 伸手捋了捋额头发丝 不置可否 房中 于清凌煮茶 火候味道 刘怀喜在耐心等茶 当宋夫人和陌生连孔的年轻人 连妹走入屋内 于清凌恰好茶水可以出炉 刘怀喜感慨道 宋夫人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宋夫人落座 徐凤年毕恭毕敬站在她身后 刘怀喜笑问道 敢问这位公子是 宋夫人嘴角翘起的风情一闪而逝 语气轻柔道 徐公子是蒙离的同门师弟 伸手 挤驾 身形雄伟的刘怀喜 大手一挥 哈哈笑道 既然如此 不妨坐下一起喝茶 我这辈子敬重饱读诗书的文人 但真正对胃口的 还是拳头硬骨头硬的江湖汉子 可惜今日我是客 宋夫人是主 雪和楼只给喝茶 那刘某人就只能乖乖喝茶 只凭宋夫人都称赞一句 伸手极佳的说法 他日公子历临寒舍 咱们定要痛饮一番 刘怀喜的布局小节 有一股言语难以形容的独到魅力 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 这位正直壮年的西域枭雄 他那种豪迈 并不让人感到居高临下 目守一方的父母官爱民如此 将军与士族同甘共苦 名流权贵的李贤下士 虽然难得 但心思敏锐的下位者 依然能够或多或少感受到 地位悬殊带来的疏离 先前陆氏子弟的那种温良公俭让 道横火后 明显就要差十万八千里 但是刘怀喜与人说话的时候 眼睛会看着对方真诚而洒脱 说出口的每个字都如同发自肺腑 看到徐凤年大大方方落座后 刘怀喜脸上笑意更深更浓 然后对宋夫人讨价还价道 宋夫人 徐公子是爽快人 夫人就算不看刘某人的那点薄面 能否看在徐公子的面子上 让于姑娘帮忙烧两壶好酒来 土狗背的大碗 九大块肉 赛过忠名鼎十的人间王侯吗 于清凌露出询问眼神 宋夫人点了点头 前者身姿摇曳 姗姗而去 刘怀喜拍了拍自己肚子 笑道 宋夫人 刘某人这肚子里 就没几根弯弯肠子 有话就直说了 咱们开门见山 讲些敞亮话 至于说完之后是打是杀 能否喝上于姑娘的酒 看老天爷的意思 我这趟来 自然是不缺诚意 否则也不会独身来此 坐在这里喝茶 嗯 雪和楼外 当然由我带来的两百号兄弟 我也没想鬼鬼祟祟 都在明面上摆着 那些人谁都看得到 毕竟刘某人 只是二品小宗师的本事 没那天大能耐 一人挑翻了你们雪和楼 别的不说 起码舍不得让府上些女子守寡 宋夫人一笑置之 刘怀喜举杯喝了光的杯中茶 继续说道 我刘怀喜的野心 不说宋夫人 雪连城有点脑子的 都可以猜得到一二 刘将军府邸 嘿 刘某人当然是想当实打实的将军 只要谁给我朝廷承认的将军名号 让我当得天不管地不管 而且明知实归的土皇帝 至于是北莽市黎阳 是宋夫人身后的北梁大人物 还是西蜀异性锋芒的白衣兵圣臣之豹 或者是南疆的烟赤王 都无所谓 如果谁给我的价钱足够 刘某人也舍得雪连城内 用二十年攒下的这份家当 带着几千号兄弟去战场上走一遭 宋夫人微笑道 到了山头林立的别家地盘 刘将军就不怕任人拿捏 几千人在雪连城称王称霸是足够了 只要背井离乡进入军中 即便是兵力最少的西蜀道 恐怕刘将军在说话 就很难像现在这样大嗓门了 刘怀喜揉了揉下巴 爽朗笑道 所以说代价而姑 自抬身架是一回事 放亮眼招子 给自己找个好相处的婆家 又是一回事 要不然刘某人也不会到今天 还没能捞到将军的头衔 说实话 就住在夫人雪和楼的黄春玉 只是多方昭安势力的其中之一 除了西蜀道 允诺了一个杂号将军的身份 以及独领三千兵马的兵权 南疆那边开价更高 龙宫有秘密使者答应刘某人 从三品的奋武将军 黎阳朝廷的郑昊将军之一 更答应我只要到了南疆 当天就是益州将军的交椅 而且所有走出雪莲城的兄弟 都不打散 不但如此 还给我额外添加六千人马 黎阳赵家马 西蜀制造局也有人来过府上 就是小家子气了些 不说也罢 不过 宋夫人接过话头 北蛮子的开价最高 一口气当上北莽的大将军 肯定不可能 不过最少也是万副长 说不定还答应你日后扫平北梁 继而马他中原后 让你当个封疆大吏 到时候军功足够了 封义姓王爷只可待 但是 刘将军吃不准两莽战士的胜负 怕北梁欺软怕硬 更怕北莽要让你当马前卒 去刘州或是灵州送死 是不是 刘怀喜大笑道 宋夫人动若观火 我看去黎阳当个兵部侍郎 都绰绰有余了 刘怀喜突然放低声音 你起眼似乎是想尽力隐藏锋芒 据传清凉山有座梧桐院 女子汉林代替那年轻藩王匹朱 宋夫人做那北梁的女学士也不差 于清凌凌来两壶酒 是北梁的绿衣酒 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便是对北梁极为恶感的京城 绿衣酒也是风靡一时 尤其是民间 吸纳未尝的绿衣酒 很受欢迎 因为嫁连物美 在黎阳曹韵体系中 更是当之无愧的首选 于清凌在桌上摆下三只碗 倒满三碗后 酒香扑鼻 于清凌知道 宋夫人虽然很少喝酒 但酒量至好 让人择舌 饮酒如喝水 让两三个所谓的酒中 豪杰喝趴下 轻而易举 宋夫人端其碗 一饮而尽 莫不作声 刘怀喜也是仰头一口气 喝光那碗绿衣酒 在伸手 跟于清凌要酒的时候 望向宋夫人自嘲道 夫人 刘某人自认今天还算爽快 雪和楼就不能 也给一句爽快话 徐凤年终于开口道 刘将军其实不太爽快 刘怀喜笑了 转头看着这个十多年来 唯一一个能让宋夫人 心甘情愿做陪衬绿叶的男人 公子此话怎讲 徐凤年与他对视 平淡道 昨天在雪莲城东北小巷的两场架 头一场 刘将军死了一个堪当大任的明灵义子 后一场 刘将军亲自在远处高楼观站 虽然看不太真切 对我的伸手吃不准身前 深夜入城 今晨出城的那两棋 想来也猜不出身份 但是我比那个中原剑客少母 比屋外的雪和楼蒙离 比你刘将军要高出一些境界 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最重要的一点 你带着200号府上最精锐的人马 气势汹汹赶来 抱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想法 之所以在我进屋之前 让你安插在雪和楼的碟子 烧化给他们按兵不动 是因为你刘怀喜临时获悉了我的真实身份 那个人忌惮我的修为 应该不敢开口说话 可能是用茶水在桌上写下了北梁王 也可能是徐凤年 对吗 宋夫人猛然抬头 怒视于清零 后者瞬间脸色苍白 刘怀喜放下酒碗 双手撑在大腿上 然后站起身 弯腰抱拳道 草棉刘怀喜 拜见梁王 然后刘怀喜抬起头 咧嘴笑道 要杀要寡 梁王随意 但是刘怀喜只求一事 不要怪罪于姑娘 徐凤年小敏了一口酒 天气仍凉冷的暮春时节 刘怀喜很快就汗流浃背 徐凤年笑道 刘将军带着人先回府 北梁汇出什么样的价格 本王还要思量思量 对了 回去后 让人把那珠雪莲送来雪和楼 刘怀喜始终低头弯腰离开屋子 房内 宋夫人脸色冰冷 抓住还盛满绿衣酒的瓷碗 狠狠砸在跪在地上的余青龄头上 酒水渗入青丝 跟女子头上的鲜血混在一起 宋夫人就要跟着跪下 却发现自己无法从椅子上站起身 徐凤年微笑道 不是我宽慰宋夫人 今天这件事不是什么坏事 宋夫人瞥了眼于青龄 咬牙切齿道 按照浮水房的规矩 我宋黄黄作为于青龄的领路人 最轻的责罚也是自断一臂 于青龄额头磕在地面上 伤心欲绝道 夫人 都是我该死 王爷 请你不要责罚夫人 于青龄愿意自尽谢罪 徐凤年冷笑道 于青龄 刘怀喜替你求情 你替宋夫人求情 都是求情 但是你相信吗 你是真心实意 刘怀喜却是心机深沉的自保之道 看似男子气概 实则是心性狠辣之辈 凭借本能做出的上策之举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 我能看穿 认为是我徐凤年在污蔑 向来连做恶事也光明磊落的刘怀喜 徐凤年自嘲一笑 真要说理由的话 就只能解释为我本身同样是性情凉薄之人吧 坏人看待坏人总是比较准的 我不是不可以逼着刘怀喜杀你求活 只是你情绪剧烈起伏之际 刘怀喜也笃定 我不会轻易杀他 他随便演戏给你看 摆出任人宰割的样子 你只会对他更加痴心一片 说不定当时就干脆利落的咬舌自尽了 于清灵心底只伸出一丝怀疑 很快就抬起头 眼神坚定 不会的 徐凤年拿袖子擦了擦酒碗边沿 递给宋夫人 自己直接拿起酒坛子灌了一口 但然道 其实说起来 刘怀喜杀不杀都是小事 因为刘怀喜投靠 谁不是他可以决定的 在我出现之前 他只能选择依附西蜀 这家伙谎话连篇 真真假假 比如他说西蜀和南疆的出价 是真 黎阳朝廷的制造局给出的条件 最不入法眼 则是假 之所以不答应 是因为刘怀喜清楚 那是纸上画饼 饼再大 他也吃不着 陈之报统侠下的西蜀势力 也许可以容忍一个 画地为王的雪莲城刘将军 由着他在边境上逍遥快活 但是绝对不会让刘怀喜 带人去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他敢离开雪莲城一步 就注定是一个死字 所以刘怀喜真正想要投靠的对象 是在他看来 稳操胜券的北莽 所以他在等 只有等到北莽打下虎头城 攻入梁州境内 他才会表态 如果万一北莽战事失利 他就会退而求其次 转头西蜀怀抱 陈之报对他这种人和他带出来的几千散兵游泳 根本看不上眼 毋庸置疑会拆散他的兵马 当然 这是刘怀喜见到我之前的打算 今晚以后 他有了燃眉之急 必然是大开庙门不烧香 事到临头献珠阳 明着效忠 他并不看好前景的北梁 暗地里火急火燎 联系西蜀 你要是不信 我大可以让宋夫人派你亲自盯着刘将军府邸 跟西蜀街头的事项 到时候你一定会对刘怀喜大师所望的 徐凤年突然笑了 但是 你于清灵肯定会在盯梢期间 就忍不住去找刘怀喜的 他三言两语 你就又心软了 也不怪你 什么浮水房 什么碟子 都不如心仪之人 于清灵重新低下头 死死咬着嘴唇 人生苦短 儿女情长 徐凤年站起身 走到窗口 看着歌舞升平 如同世外桃源的雪莲城夜景 难为刘怀喜 忍住不要你的身子 是不是他亲口答应过你 只会明媚正娶了你 才会洞房花烛 于清灵终于崩溃了 气不成声 宋夫人让屋外的蒙里压走于清灵 将她严密监禁起来 她来到徐凤年身旁 苦笑道 让王爷见笑了 也让王爷失望了 徐凤年摇头不语 宋夫人笑容牵强 不再自称奴婢 我很好奇 王爷为什么对于清灵这般容忍 换成是我做主 也能狠下心杀掉了事 徐凤年趴在窗栏上 微笑道 很简单啊 因为我娘亲曾经对我说过 世道不好 女子活得更难 尤其是漂亮的女子 尤其身不由己 所以我娘要我长大后 能不欺负就不要欺负 能善待几分就善待几分 宋夫人凝视着这个年轻男人 笑容温柔 可惜呀 我宋黄黄早生了十多年 徐凤年转头眨了眨眼 问道 夫人难道今年不是才二十岁吗 酒量出众的宋夫人 如饮纯酒千百杯了 两家红韵 这样吗 可是我当年带着小姐 第一次见到大将军和王妃 我就已经十六岁了 徐凤年笑了笑 两人一起趴在窗栏上 两酒过后 宋夫人轻声说道 春宵一刻值千金 徐公子要休息了吗 需要有人侍寝吗 徐凤年一本正经道 我屋子里的床小了点 宋夫人呸了一声 站直身后转身离去 撂下一句 还不是不喜欢被老牛吃嫩草 什么瞧着二十岁骗鬼呢 徐凤年笑道 有机会挥一趟北梁吧 我姐会很高兴的 她停下身形 似有一声叹息 摇了摇头 离开房间 徐凤年从桌子那边拎来酒坛 趴在窗口 看着灯火辉煌的雪莲城 等到小口小口喝掉大半后 一阵敲门声响起 转身说道 进来 剑客少母和在那队 在雪河楼避难的少年少女 一起走进屋子 少母抱拳道 公子 在下已经收到那株雪莲 醉吃半年 在下就会前往北梁 为公子卖命 徐凤年点头笑道 信得过你 马家铺千金马上公 鼓起勇气问道 喂 剑仙前辈 你打赢那个拓跋菩萨了吗 徐凤年玩笑道 打完之后 吐了好几斤血 你说赢了没有 少女惊叹道 这么惨 少年小心翼翼道 少叔叔说了 前辈的对手 可是天下第二厉害的高手 是北莽的军神 剑仙前辈 不小心输了 也不丢人 徐凤年看向对自己感恩戴德的少母 我明天很早就要离开雪莲城 麻烦你去一趟马家铺了 可以带上雪和楼的蒙里 他也是二品小宗师 少母恩了一声 没有拒绝 少年突然红着脸问道 剑仙前辈 那个没良心的老头子 喜欢骗人 要不然你跟我说句真话 如果我习武的话 到底能不能练成高手 如果我练武没啥出息 以后就老老实实做个采连人了 徐凤年笑眯眯道 你呀 姿质不算很好 但是运气应该不坏 否则也不会一口气遇上那老头子 少母 当然最重要的是 还有遇上了我 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 听不听 少年小鸡啄米 可劲点头 少女白眼道 出息 徐凤年说道 我有个兄弟 练剑练成绝顶剑客以前 就独自闯荡江湖了 你可以让少叔叔 带你走一趟中原江湖 如果觉得人少没意思 就带着你身边的马姑娘 一起私奔嘛 少年手足无措 既憧憬又忐忑 对着少女傻笑 少女指着徐凤年怒道 有你这样 又当甩手掌柜 又使坏的剑仙前辈吗 红树枝要闯荡江湖 可以 但要跟着你 你得教他练剑 徐凤年打趣道 哟 还没架过门呢 就知道帮他做打算了 少女脖子一横 耍起了无赖 你就说答应不答应吧 少母揉了揉少年的脑袋 然后满眼笑意 杨怒地瞪了眼少女 咋的 马丫头 嫌弃少叔叔的武艺了 虽说少叔叔跟前辈不能比 可在雪莲城 那也是能跟刘怀喜大战几百回合的人物 在少叔叔中原老家的一周六郡内 四五品地方官的子孙 想要跟我少母拜师学见 我都不乐意 马丫头 饭要一口一口吃 别一口气吃成个胖堆 到时候就不是你嫌弃少叔叔了 而是红树枝不要你了 比起杀人手段鲜血淋漓的徐凤年 显然更亲近少母的少女 休难万分道 少叔叔 你也不是好人 红树枝跟着你 迟早要变坏 我不放心 少女一跺脚 拉着红树枝跑出屋子 开始商量 怎么一起私奔 一起行走江湖了 少母抱拳告辞 诚心诚意道 前辈 保重 徐凤年犹豫了一下 笑道 我不是什么前辈 年纪比你小 少母愣了愣 说道 前辈狠 风趣 在少母前脚走出屋子的时候 两名女子连妹后脚进入 正是紫竹仙子黄春玉 和那个管不住嘴的巨傲陆式女子 徐凤年有些自嘲 敢经自己成了生意兴隆 代客频繁的青楼花魁了吗 已经改回女子装束的陆式女子 兴师问罪道 你把张武侯打得筋脉尽断 武功全废 让他生不如死 你就不怕遭到报复吗 徐凤年没搭理这个胸不大 更无脑的女人 看着来自精卫剑山的黄春玉 有诗 黄春玉比起目中无人 作为作福的陆式女子 自然要更有江湖经验和人情世故 没有故作江湖儿女的潇洒作态 而是跟柔弱贤淑女子般施了一个万福 直起先细腰之后 他柔声歉意道 阮爷爷已经离开雪莲城 说要寻着某位前辈当年的脚步 在仗剑游历走上一遭 阮爷爷托我跟公子 说他此生无憾了 还说他已经知晓公子的身份 但绝对不会泄露一个字 阮爷爷最后还说 有生之年一定会为公子也写一首传世名片 徐凤年背靠着窗栏 眼中有了几分善意 好的 黄春玉眉睫如有秋水流动 娓娓道来 西蜀石井 我们精卫剑山 山上山外就占了将近半树 分别是珠海 老君阁 凌云石佛和月色宝顶 如果公子以后路过西蜀道 希望公子能够来精卫剑山赏景 到时候只要公子不嫌弃 我可以为公子带路 徐凤年笑道 以后有机会去西蜀的话 如果还能有那份只是赏景的闲情意志 那我一定会去精卫剑山看看 黄春玉笑容天真烂漫 很难想象是那位名栋西蜀江湖的冷美人 徐凤年随口说道 我曾经有次出远门游历 只去了青城山 跟你们属北精卫剑山 算是失之交臂 冒昧问一句 不知道你们精卫剑山的老祖宗 是否还在世 我只知道老人家很多年前就闭关勿见 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阴线传到江湖上 涉及宗门隐秘 黄春玉的脸色有些为难 对于一个顶尖帮派而言 人多人少已经无关紧要 只看有无一流高手坐镇 以及有几个 所以精卫剑山的老祖宗是死了 还是仍在闭关 天壤之别 如剑宗度老祖这样 在当年李纯刚入蜀事件途中 力战而能不死的武道宗师 在整个西蜀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要说胜过那个年代的李建神 无异于吃人说梦 打成平手都别奢望 如果如今的中原江湖是群雄并起的景象 那么遥想当年李纯刚 他一个人就是见到 就是江湖 就是所有的风流 徐凤年没有强人所难 笑道 如果不在世了 就帮我给杜老前辈敬杯酒 如果老前辈见在 也麻烦黄姑娘帮我捎句话去 前辈壮年时撰写的《堂堂剑气经》 其中 晚天河和喜冰甲两室相当有气势 黄春玉很有婉约乖巧意味地点了点头 那个被晾在一边的陆氏女子 手指着徐凤年 愤怒道 你当我是瞎子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徐凤年反问道 你是皇后颜东吴 还是灰山轩辕清风 要不然是陈瑜 然后徐凤年冷声道 不是就给我滚蛋 他张牙舞爪 嘴里嚷着我咬死你奔向徐凤年 黄春玉赶紧告辞一声 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丫头拦腰抱住 带着他快速离开屋子 黄春玉在跨出门槛后 突然转身笑道 公子差点忘了跟你说 阮爷爷说他已经想好了师名 就叫雪中汗刀行 我ệu他才也还没关系 他们 wilderness 我开发鳄 转范 冰烟